歡迎回到吳董談大選 董事長 昨天 這個立法院想要通過了一部新的法案 這個法案呢是在對 台灣的退休將領 到中國的這個言行啊去做一些才事 他們認為啊 這個退休將領啊如果常常到中國去啊 參加會議啊 或是參加閱兵啊 在下面聽這次人物演講啊 參觀月見事啊 甚至發表一些 傷害國軍 或是詆毀台灣的這樣子的行為的話 要祭出重點 要砍他們的退休金啊 那 其實對這個黃埔一期二期的這些將軍啊 他們好像對於去中國交流啊這個已經是非常習慣的事情了 那 這件事情造成了一個 渲染大波 是不是從此之後呢 我們 中國也會認為這個是 台灣對他們的一個不友善的行動 這個叫什麼你知道吧這個叫做忠贈教育 一個國家的國民啊 到底是不是效忠你的國家 所以這個就是以前的所謂的忠贈考核啊 那忠贈考核來講的話呢 我們可以在軍中來講的話 在你服役當中 你身為軍人本身就有這個忠贈考核 到底你是不是忠於你的國家 過去政治局之後有沒有忠於你的領袖 忠於你的主義啦 這是以前過去搞這一套 但這裡面要談到的幾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就是說 民進黨政府長期喔 跟 國軍的關係喔 其實是不好 因為民進黨 把從來沒有他不接受中華民國嘛 是 那可是中華民國的國軍一直認為說我是中華民國的國軍嘛 我是中華民國國軍啊 那民進黨所主張的是要成立台灣共和國嘛 台灣共和國 所以的將領 不存在啊 現在只有中華民國的將領 所以甚至於有參國總長 在這個 立法院備詢的時候 回答民進黨的立委 很清楚啊 說我 我們是為了中華民國而戰啦 我不拒絕為台獨而戰 這很尷尬的一個情況啦 因此這個是一種 整個的一種 在這個所謂愛國的定義上 跟愛國的標的路上的一種衝突點 那這個衝突點喔 就跟民進黨的根本問題有關係啦 就是說 到底台灣是不是一個獨立的主權獨立的國家啦 如果台灣不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 我們現在的軍隊是誰的軍隊 這是一個根本性的問題 所以他現在 對退休將領懲罰 到底是 那這個懲罰是屬於言論自由的部分 就是懲他的言 因為這退休將領對 的言論對國家有什麼傷害 照樣因為傷害是很小的啦 那更大的傷害應該是說 退休將領對國家情報 的規範 這個比較嚴重嘛 不要說退休將領 現役將領 現役的軍人 對國家的國防情報 去獲軍事情報的洩密 那個才是最重要的問題嘛 我們不是有發生過 一位 羅賢哲 這個 他羅賢哲 一個少將 結果叛變嘛 因為他是被美色勾引 那是據說啦 但是 最後破案的是哪一個 是在哪裡破案你知道嗎 不知道 那是美國CIA破案的 那在泰國 他在泰國當武官的時候 所以 這個 因為我們台美之間有這個軍事情報交流 所以相關的這個情報的 這些 包括 國防情報的交換 包括這些人事情報的交流 其實CIA有一直在幫助台灣 那CIA在 幫助台灣的時候 對這個 國家安全的部分 是對台灣的國家安全的部分的話 也做了 非常多的這個 雙方的合作的關係 所以 嚴格講來講的話 就回到一個基本概念問題 到底這個國家叫什麼名稱 這個國家是中華民國 還是台灣 共和國 這是一個民進黨的一個 最重要的價值 核心價值的衝突 那如果說這個核心價值沒有釐清的情況之下的話 我們的將領本身 你要他去愛 台灣共和國 他就是很痛苦的一件事情 所以那退休將領以後 的行為來講的話 我也不認為說 會有多大的影響 但是這個事情 在形勢上而言的話 對 民進黨來講是很有意義的事情 他這個是一種 一種什麼樣 一種仇恨的手段 他只是 去找一些 退休將領的麻煩 退休將領最弱啊 你要注意到沒有 他欺負退休將領 退休將領能怎樣呢 對不對 你有本事的話 你去打共匪嘛 對不對 你有本事的話你會恢復到 增兵次啊 你把老百姓恢復增兵次啊 就大家去當兵啊 全民皆兵 跟以色列一樣啊 女生也要當兵啊 不是 董事長這就 回到一個問題嘛 因為有一些退休將領 一手領這個國家的退休金 那一手在中國從事一些 統戰的工作 那這個其實講起來如果 實行是這樣啦 如果實行是這樣子的話 那其實一般台灣人其實 不能接受這樣子的行為 沒有錯嘛所以這個就是你的定位問題嘛 你的國家的定位問題嘛 如果你的國家的定位很清楚的是中華民國的話 那大家都認為說中華民國是我的國家的話 我就沒有這種所謂價值觀的錯亂問題嘛 那這時候我就愛我的中華民國嘛 那至於說退休將領 他 去到中國大陸去的話 他仍然他對愛國這個事情 他有一個基本的信仰嘛 他對中華民國充滿了這個 他有的一種崇敬的感覺的話 他自然而言的話 他在行為上就不會產生 對這個 有關這一類的價值觀的錯誌的可能性嘛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 我根本上認為這是價值觀的問題啦 那至於說 為什麼會有這個行為出來 我認為那個是根本是因為是我們的 國家定位的問題啦 我們的國民的教育問題啦 我們的國軍的定位問題啦 我們國軍到底 有沒有 心裡準備說有一天要跟共軍 決一死戰嘛 為了要保衛保衛台灣呢 我告訴你這一定會發生嘛 如果今天有一天 共軍來攻擊台灣的話 你認為國軍會不會 為了保衛保衛國土保衛將保衛我們的國民 跟共軍 來做這個軍事上的對決 當然會的啦 這個不用懷疑嘛 任何國家的國民 只要受到 外武的情況之下 一定會起來犧牲性命來保衛自己的國家 這個沒有任何一個國家 會 在第一天就投降了 沒有這種 不會有這種事情 所以大家不要被嚇到了 那為什麼政治人要嚇他們 嚇他們原因是什麼 我不知道 但都有他政治的目的 可是在這個 要砍退休金的概念裡面 我認為 他是要宣達 基本面的 是要宣揚他的台獨的一個理念 但是他挑的一個 說最容易欺負的一塊 因為退休將你嘛 你就欺負他嘛 我就不給你錢嘛 那請問你 那如果這個法案 到了明年如果不信啦 民進黨下野的話 被國民黨執政回來的話怎麼辦呢 國民黨要把他改回來怎麼辦 就改啊 改這都是錯亂的嘛 這是民進黨 沒有針對的根本問題 去做改善 什麼叫根本問題你知道嗎 根本問題就是說 台灣兩千三百萬人 到底有沒有一個國民的意志力 要保護我們的國家 保護我們的國土 保護我們人民財產的安全 要跟我們的敵軍敵人 決一死戰嘛 我們到底有沒有這個決心嘛 如果有這個決心的話 陳水扁你就不會貪污啦 不能簡單啦 你一邊在貪污 一邊在跟我講 你要愛國你要愛台 你會搞得爭笑的嘛 對不對 所以這個 那就是其他的 趙家寶也不會貪污啦 民進黨就不會貪污了嘛 對不對 你一邊在法台灣共和國 一邊來貪污 然後你要跟我講說 我要砍這個 砍這些砍 我要修理這些 退休將領 那後大喔 不要退休 不要退休 退休將領 後大是對什麼 對現役將領修 對現役將領的中貞度修理 其實軍人是最重要的 我一直在搞他們在搞勞退的時候我個人是反對對軍人的勞退去砍勞退的你知道吧 軍人是要打仗的你知道吧 民進黨政府 一直對軍人的關係搞得不好 可是我們這個總統 一天到晚在四島軍營你看到沒有 四島部隊幹什麼 他都要舞揚威嘛 他只想到用 去軍隊視察的時候 要舞揚威表示我是一個充滿了陽剛有魄力的女性總統 他完全沒有想過說我們是為誰而戰 我們的戰略定位是怎麼樣定位 我們的國家到底應該怎麼樣跟 共軍決一始戰 我們能夠用什麼樣的戰略或什麼戰術上我們能夠獲勝 有關這些事情 從來這個政府沒有跟老百姓結束過對不對 沒有啊我們的國防白皮書你有看過宣傳嗎 從城賀主 從城賀主 你從來就沒有聽說過他要有決心 要跟共軍決一始戰嘛 我講兩件事情 只要他做的話我就相信他要打仗 第一個事情就是 恢復徵兵制嘛 恢徵兵制啊對不對 大家一起來當兵嘛就跟他敢幹嘛 第二件事情我告訴你嘛恢復核能電廠 為什麼 因為我們會包圍啊 我們包圍三個月怎麼辦 我們的儲存的燃料 我們的煤 我們的天然氣 我告訴你現在一個禮拜而已三個月就完了 我們只要共 只要共軍包圍台灣三個月台灣就完蛋了 就完了 我們的燃料我們的電力就馬上缺乏了 就那麼簡單的事情脆弱不堪啊結果我們去我們不發展核電 我們發展核電還有發展核能技術其他的可能性 還有其他的想像空間你知道嗎 民調這個為什麼不做 這兩個都不做啊 反核是他的神主牌之一啊 神主牌你打共匪愛台不是更神主牌 反核神主牌 共匪要決戰啊不是神主牌更嚴重 所以我說胡說八道啊真笑的嘛 所以這些民進黨的高層 並沒有真正的 看清楚如何要愛台 如何要用行動 要來 跟 這個我們的假想敵 跟中共的解放軍決議實戰的決心 跟相關的方法都沒有 並沒有徹底想過 董事長你剛剛講一個很有道理的 那我想到 陳水扁在他執政末期的時候把這個 中華郵政 證明為台灣郵政 結果馬英九當總統 之後呢又把他改回去叫中華郵政 這一來一回喔 就是那個 中華郵政跟台灣郵政的牌子那個郵局的這個員工就把他們搬來搬去 花了很多錢 這花了很多錢超級無聊的事情 全世界各地有一種最無能的政客 他做什麼事你知道嗎 他改 路名 假的路名 我是凱德改了格蘭大道 我把這個從巴德路改成這個 指甲路 你知道嗎 我就改名字 我改名就好就送了 那個叫做 那個叫做精神台獨法 精神上自己爽 你知道嗎 爽啊我這樣子很勇敢 就在你家裡面玩這種情體之外的遊戲 他出不了國門嘛 他沒有辦法為了 台灣的 長期的國力 跟國家的安全跟國家競爭力的提升 要在世界舞台上要一較長短 完全沒有這個決心 這批人只敢搞內鬥 他鬥國民黨很厲害 他到了共匪的時候一點辦法都沒有 所以我認為是 不要被他們騙了 他這些 所謂的都是煙幕彈而已 好 我在這邊要 呼籲各位觀眾來多看我們節目 跟著董事長一起思考 可以得到一個 比較高的 思想範圍 好我們等一下馬上回來 好